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6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我是赵方琪,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大新店有线电视举办小记者大世界夏丽营活动,丰富的内容让学员收获满满。 巴黎区一家景观餐厅趁着文旦佑结果期,举办幼带彩绘比赛,第一名可以获得奖金和15箱的文旦佑。 东方美人茶因为茶叶外观颜色包含红黄白以及绿色和褐色,因此又被称为五色茶。 乡土文艺推广协会等七个单位成立碧坛采接艺术工作坊,集思广益共同创作大型道具,希望呈现最棒的视觉效果。 今天的点亮新北市一起来认识乌来一位致力藤边记忆传承的妇女温秀金。 大新店有线电视与新店国小共同举办的小记者大世界夏令营,6号上午正式开课。 第一天的课程除了教小朋友们认识何谓新闻以及自证腔员说新闻,另外也安排学员们实际体验当记者进行采访。 丰富有趣的内容让大家都觉得收获满满。 由大新店有线电视与新店国小共同举办的小记者大世界夏令营,6号上午正式开课。 大新店有线电视总经理王先生特意到场勉励小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在三天的课程当中学会完整的新闻制作流程,有丰富的收获。 另外远在马祖进行参访行程程的新店国小校长吴淑芳,也透过影片期许孩子们成为前途无限的小记者。 恭喜你们愿意做这个名字的抉择来参加小记者大世界的应对。 那这个活动要特别谢谢我们大新店,特别是总经理今天特别来跟小朋友名利。 小记者学营由我们的大新店有线电视的资深记者,这边来教导我们小朋友, 怎么从一则新闻的产生,如何来取材,如何来拍摄,如何上主播台,来把整个作品来呈现出来。 那我希望在小朋友在这个暑假的这个课程里面,能玩得快乐也学习到整个记者的一个作业。 第一天的课程包括了无所不在的新闻,教导小朋友们新闻的定义、价值, 以及了解不同媒体的新闻呈现方式,让小朋友们对于新闻有了最基础的认识。 因为我梦想是当小记者,然后希望来这里可以学到更多知识。 今天的课程你最喜欢哪一堂? 第一节,因为他有教我们可以让你学到你未来可能会参加怎样的新闻。 我想小朋友他其实对于这个记者的东西都是很虚拟的,很模糊的, 因为他只是在电视台上面可以看得到。 那我想说除了就是他有实际上去做可以一个体验之外呢, 那我想小记者还培养的可能他口头啊口条啊这个部分啊, 或者是写文章这部分,所以他这跟我们之前在推阅读的其实是有连连的相关。 而在自证腔圆说新闻这堂课当中,老师透过比较, 让大家了解正确发音方式, 更进一步借由绕口令练习如何说话不打结, 预教娱乐的方式小朋友们学得格外起劲。 因为老师教我们念绕口令的时候很有趣, 然后大家都念得不亦乐乎。 当然要做个小记者一定要了解如何做好新闻采访工作, 因此在新闻哪里找与采访技巧这堂课程中, 也让小朋友们亲自上场体验如何掌握采访诀窍。 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体验当记者的感觉, 有人很紧张不知所措, 又人架势十足从容应对, 相信一连串的课程, 绝对是让小记者赢的学员受益良多。 记者称平在门奇心店财宝报道。 在巴里区有一家景观餐厅, 园区内种植了许多柚子树, 为了倡导拒绝农药爱护地球的观念, 连续11年举办柚带彩绘比赛, 让民众来到餐厅可以享受画画的乐趣, 同时也能够亲手体验柚子套袋的趣味, 而业者也很大方地祭出优胜奖品。 彩绘比赛第一名除了有奖金礼券之外, 还能够将15箱的文丹柚搬回家。 为了让文丹柚不受到虫害, 套上袋子保护, 等待成熟时就能采下, 袋子上有着不同的绘画创作, 这是为了倡导拒绝农药爱护地球的观念, 新北市巴里区一家景观餐厅, 连续11年举办了柚带彩绘比赛。 我们是没有喷农药, 整个园区都是算有机的柚子来栽种,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种大大的套袋来套柚子防止虫害。 那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它袋子白白的, 其实也蛮浪费的, 然后所以我们就举办, 从第一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举办那个柚子彩绘画画比赛。 那因为来我们这边很多小朋友, 那其实来这边吃饭呢, 他们有时候也管不住跑来跑去, 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蜡笔, 跟这个套袋让它画画。 这家景观餐厅结合了休闲农场, 因此园区内种植了许多柚子树, 利用纯白的柚带让顾客来到园区可以参与活动, 自己动手画完, 自己将柚带绑上, 大家都觉得相当有趣。 画一个房子前面, 然后有树, 那因为刚好我的座位前面有那个窗景, 就刚好把那个窗景就是画下而已。 吃吃饭、聊聊天, 总是有一些活动增添不同的感觉啦。 幼带彩绘比赛的主题不限, 民众可以选择在餐厅画好直接交件, 或者是带回家后慢慢画, 只要在7月31号截止日前将作品交回就可以, 比赛分为成人组和幼童组, 幼童组会选出五名佳作, 而成人组则会有前五名和佳作十名, 第一名除了有奖金, 还有十五箱的柚子可以搬回家。 我们有分成人组跟儿童组, 那成人组第一名的话有十五箱的文旦柚, 跟那个八百元的礼券, 然后第二名的话是十箱, 然后好像是六百块的礼券, 就是一纸类推。 听到奖品有十五箱的文旦柚, 许多民众都相当惊讶, 餐厅业者就说, 以往的彩绘冠军都一定要开车来载, 才能够搬得完, 而这样趣味的幼带彩绘比赛, 也让前来用餐的顾客增添了许多吃饭乐趣。 记者杨宝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东方美人茶因为喝起来带有蜜香和果香, 让许多喜爱平民的民众爱不适口, 而除了滋味独特之外, 美人茶的茶叶外观也和包装茶非常的不一样哦。 美人茶的茶叶会有红、黄、白以及绿色和褐色, 也因此被称作为五色茶, 尤其是白色的部分比较明显, 所以它还有一个名称, 就叫做白豪乌龙。 仔细闻着香气, 搓饮茶汤, 茶改厂的茶叶评审专家来回进行评比, 要为新北好茶找出最优质的美人茶, 美人茶和包装茶最大的不同, 可以从外观上就能够看出来。 美人茶茶叶带有红、白、黄以及褐色和绿色, 也因此又称作为五色茶。 茶叶赶良厂文山分厂智茶谷鼓掌陈俊良就表示, 其实从茶叶颜色就能够看出茶叶的好坏。 东美茶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五色茶, 因为它就是会有黄色、绿色、红色、白色跟褐色五种颜色。 那品质比较好的大概就是集中在白色跟红色, 跟一部分褐色这样子。 它就是表示它的被叮咬程度重, 发酵程度也够。 美人茶之所以会带有红、黄、白等颜色, 最主要是在生长期间收到了小绿月产的叮咬, 只要一遭受叮咬, 茶叶就不太会生长, 也使得茶筋较嫩。 不仅白蚝的状况明显, 就连滋味也会带有蜜香味。 而除了有五色茶的名称, 东方美人茶因为茶叶外观也被称作为白蚝乌龙。 另外在石定则习惯称为碰红碟, 采收其余在炎热的六七月份。 而它由于只采一新或一新一业, 因此比包种茶来说产量相对少了许多。 石定农会就表示, 美人茶一上市经常会被采购一空, 所以也提醒爱喝茶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石定农会订购的洽询电话是2663-1214。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石定采访报道。 新店区公所8月15号将在碧潭举办 永爱碧潭水岸传情活动。 其中的采接活动是由新北市乡土文艺推广协会 负责筹划, 为了呈现最棒的视觉效果给参观的民众, 协会与参与的单位共同成立了碧潭采接工作坊。 集结大家的巧思, 一起来创作大型道具。 金色桥生相当的绚丽, 这是8月15日即将在永爱碧潭水岸传情采接活动中 现身的大型艺术装置。 搭配上七彩钢锁, 想必到时候一定超吸睛。 新店绅士协会表示, 虽然这座碧潭吊桥才刚做好雏形, 但已经花了不少心血, 希望活动当天能够使大家耳目一心。 刚开始的时候怎么绑都不行, 他用那个不是建筑那个银架吗, 那铁枝来绑吗, 铁枝绑又没有工具, 所以用那个老虎钱来绑, 绑完了它那个竹竿会缩水嘛, 又分开了, 结果我们就去, 我就去买那个树袋来绑。 整整花了已经是, 其实我们现在等于是一个雏形而已嘛, 所以已经花了两天半了, 两天半去做, 去弄出一个, 就是吊桥的一个样式而已。 负责统筹永爱碧潭采接活动的 新北市乡土文艺推广协会表示, 为了让采接活动中, 总要呈现的艺术造型更丰富多变, 协会与夏城、大鹏中校、 白忍、平潭、双城等发展协会, 以及绅士协会共同成立了 爱在碧潭采接工作坊, 每个星期一,各单位成员就会聚集在夏城社区活动中心赶工。 我们希望这个活动不是只是一天的活动, 就是它是必须有前面的铺层, 然后大家来共同制作来学习。 协会常务干事钟瑞儿表示, 七个参与的单位在采接当中都有各自不同的主题造型, 不过在题材的设定、素材的挑选都尽量以社区特色为主轴, 希望能够借此推广在地文化。 其实我们结合了很多新店现在目前在发展的一些工艺部分, 包括了乡土的染布, 然后平坦的棉子丝画, 下层的拼贴, 然后还有陈岳寺老师他会指导我们一些纸糊的技术, 然后把这些工艺都整合在这些大型道具里面。 采接工作坊从六月初正式成立, 每周一都有二十多位来自新店各社区的居民进出, 或许大家对工艺创作没有经验, 但凭借着对在地的感情和自我的期许, 希望能够将最美最棒的一面在采接活动当中闪现在大家眼前。 记者声评张门琪新店采访报道。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看数位电视想数位生活, 现在申办数位电视, 年轿就送您生活数位家电好礼五选一, 快拨打2917 3939。 谢谢你, 让爱可以传递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谢谢你, 让台湾经济弱势家庭不用挨饿, 得以温饱。 谢谢你, 让他们看见希望。 我是孙悦, 请捐款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 1919, 食物银行。 从这个礼拜开始, 银行阳光活动参与的学员几乎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两个地方, 因此觉得是相当难得的经验, 尤其能够了解到水资源的相关知识, 大家也感到格外的有意义。 泰亚族过去常利用竹藤编织一些日常生活器具, 不过随着材料不易取得, 费的人越来越少, 在雾来中之部落, 有一位叫做温秀金的编织工坊老板娘, 虽然自己不是泰亚族人, 却积极地在社区推广这项手工艺。 他表示, 一来他希望能够传承泰亚老祖先的记忆, 另一方面呢, 则是期盼借此帮助社区的妇女们学会一技之长。 温秀金在乌来中治村是小有名气的编织老师, 因为他曾经以推广编织, 为中治部落带尽一股希望。 这位乌来媳妇其实是个阿美族姑娘, 结婚前对编织相当陌生, 不过为了帮助家中经济, 他下定决心要学会这些手工艺。 一方面就想要学一些技术, 再来就是想要赚钱, 而且想要学做这些东西能够会了之后, 可以教一些妇女也帮助他们。 由于部落里有许多妇女都像温秀金一样, 没有一技之长。 温秀金于是有了远大的梦想。 希望大家也可以透过制作一些手工艺品, 赚点外快。 我们社区里面很多妇女都没有工作, 那我一直有一个冲动是说, 那每一个妇女都学会了这个技术之后, 万一有一天有一些经费或是有一些订单, 那每一个社区的妇女大家来做, 大家在经济方面都能够也帮助他们。 帮助有啊, 我学到很多东西啊。 几年前, 温秀金曾经向政府争取到经费, 在社区里开办了编织班, 教部落的妇女竹藤编以及织布等技术。 但即使大家学会了, 后续还是因为种种因素, 无法长久地持续下去。 有一句话安慰自己, 可能是我想得太天真了。 做起来但是很难, 但是我一直要想尽办法, 但是要买材料还是要有一笔经费, 但是有些家庭经济问题比较困难。 虽然无法顺利在部落里推动手工编织, 但温秀金并不气馁。 这几年他在这一方面的创作不曾间断过, 因为他认为自己还必须肩负另一项重要的使命。 那是以前老人家最需要的传统式的东西, 那我们希望说都能够延续下来,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我学到的能够教一些妇女。 温秀金说, 其实竹藤编器具过去是泰雅族男性的专长, 不过现在熟悉这些藤编艺品的, 几乎都是女性了。 现在男人都出去工作, 那女人在家里没事就先写没事就选一些手工一瓶啦, 做一些现在的打包袋之类的。 这些摆放在木柜里头的藤编包, 就是温秀金刚刚所说, 利用打包袋编织而成的, 和传统藤编器具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他们不再使用传统的竹藤来编织, 因为材料不易取得, 而且也很费工。 所以当地妇女们现在多利用打包袋, 仿藤皮或是珍珠袋等材料来编织包包、竹篓。 虽然素材不同, 但编织的技法还是延续传统, 另外为了符合时代潮流, 还进一步地加以改良。 以前的就是比较传统, 现在都比较有点就是, 有点比较时尚, 一些想做什么样的包包都可以, 按着自己的需求都可以做出来。 看着温秀金利落的动作, 打包袋到了她手中, 仿佛是被施了魔法似的, 快速地相互交织穿梭。 看着旁人是眼花缭乱, 但这些织带, 在温秀金脑海中, 早已幻化成美丽的图纹, 并且透过了她的一双巧手, 成为了坚俊美感与实用性的包包。 像我们这个颜色呢, 是我们泰雅组里面的颜色, 就是红黑白, 那现在这个是红的跟黑的,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包包, 那这个图形呢, 它有这个菱形, 菱形代表祖灵的眼睛, 手附着你。 温秀金强调, 她的包包首先一定要耐用, 当然在颜色的搭配, 图形的呈现, 也要能够吸引消费大众喜爱。 所以她除了沿用传统泰雅族色调, 涂腾, 色彩运用更加的多变鲜艳, 让包包更具时尚设计风。 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喜欢时尚的, 他一定会买, 好像这个比较流行他就会买, 那我们大概稍微年纪有点大的, 觉得这个很稳, 很耐用, 他出门都很方便, 而可以装很多, 而且又不容易断掉, 不容易坏, 所以他一定会买这种东西。 为了保留泰雅传统手工艺, 温秀金凭着一股现代使命感, 赋予了腾边新生命, 他认为自己能做多少就要做多少, 而且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下一代永远记得传统文化。 接着来看博贝奥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店宽评光纤上网专案挑战市场最优惠, 200MbE急速光纤上网每月只要999元, 还有超多HD高画质频道与上千部电影戏剧随你看, 6月底前申办加码送4000元毫里, 快拨2917 3939。 减少使用纸张就可以少砍一棵树, 你我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为地球大大的降温, 截止起申办银行代缴有线电视相关费用, 大新店有线电视就送您超商礼券, 玻璃保鲜合作以及生活提醒小物三选一, 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提醒民众, 内政部有颁定房屋租人契约书贩本, 并含有签约注意事项, 详尽规范出租人与乘租人应有的权利及应尽义务, 提供订约时双方权利义务, 使契约双方均有保障。 新北市卫生局提醒肠病毒已进入流行期, 人与人互动频繁的场所, 如家庭、校园及安前班等地方最容易传播, 因此吃东西前和小宝宝玩钱, 上厕所后、醒鼻涕后、 看病前后等等殷勤洗手, 避免肠病毒有机可乘。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决处提醒, 汽车行驶于高速公路隧道之标线, 多数建制变换车道双白线, 用路人不得随意变换车道, 违反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规定, 财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罚还。 看数位电视想数位生活, 现在申办数位电视, 年轿就送您生活数位家电好理五选一, 快拨打2917 3939。 身为学生族的您, 上网有负担吗? 想要高速却很贵, 担心暑假钱照收, 首次装机也要钱, 眼看毕业还榜月, 搬家一机再收费。 现在大型店宽屏, 让你上网没负担, 限时限量120枚, 每月只要879元, 四大贴心优惠, 让你的担心通通不用钱, 大型店宽屏帮你省更多。 您的帐篇, 您的帐篇, 记录最美好的小事, 感动无所不在。 国产大豆新鲜, 安全, 品质优良。 种植大豆的好处就是, 第一个它的肥料使用的少, 那它也可以改善土壤, 那再来它使用的水分也少, 所以可以防止农民收取地下水, 可以慢慢改善我们这边的生态, 目前我们跟十甲农场那边做器皱, 我们种出来的东西马上有人收购。 我们一年增口, 五岛有两百三十万公顿, 大部分都由美国和百姓增口进入, 我们国产的民族很少, 尤其是大豆这部分, 我们国内的需求很大, 现在目前来说大豆的这个生产, 其实都很新工, 由于保证和菜叙完全都可以记海华。 这样这个大豆是比保水条更好, 比较生粉,收容比水条更好。 水条挡粉,挡粉又万万, 口中坛没有多少, 农民主要是找的比较生工, 所以我是说做这个大豆不错, 生工又倒立。 会合政府的这个转做计划, 尤其是这个稻田的再生稻, 的收益不是说在多好, 国产的大豆, 非基因改造的今年公布应酬, 所以担任的减招, 很有需求的, 如何超过我们的浪费, 这期我就来提供这个大豆。 近对我们的很多需求败, 我们其实会来种这个黑豆, 还是大豆, 来做客户, 来做生产。 现在政府在拓这个国产的大豆, 它都很好的食用, 集的大豆, 大家可以来拿来做豆瓶, 做豆油, 这种我们的食用都非常好。 奖励农商器做工艺,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农娘署与您在一起。 你爬过那么多电视, 你有爬出什么心得吗? 爬来爬去, 还是数位升级后的有线电视最好爬。 蛤? 哦,最精彩。 都什么时代啦, 这家怎么还没数位升级啊? 诶? 装了这个数位迹象盒之后, 电视画面会变得更清楚更漂亮。 你看, 有高画质国际体育频道, 客厅变球场。 有线上教学, 客厅变教室。 还能掌握买点, 立即下单, 客厅变股市。 还有线上购物, 客厅变超市。 真好吃。 有线电视数位升级, 还可以提供上网服务, 就像是街上资讯高速公路, 好看、好玩、好方便。 数位迹象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迹象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异地, 生活更happy。 蔡女士, 我是来拿监管账户的二十万, 你有带来吗? 来拿钱哦? 对。 我说是要带来吗? 犯牌吗? 我要饿。 鞋下单不许动。 快进、快进、快进。 怎么会…… 怎么会比人这样啊? 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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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台灣電力公司用戶您好 您截至十月地址 以及欠了點費一萬兩千元整 電費也太貴了吧 請盡速繳納 如果疑問請按照 系統尚未入帳 請再操作一次 奇怪 不是已經會了嗎 為什麼還是我餘而不足啊 喂 喂 小蝦 你怎麼長越大越帶呢 你是 表哥 表哥 我好像到你們公司了耶 你 你在哪啊 表哥 真的是你啊 通常這種老招啊 都是只有阿公阿嬤才會受騙 我頭一次遇到像你這麼年輕 電力公司怎麼有可能打電話要你去繳費呢 所以表哥你是電力公司的人啊 欸 你現在戶頭裡面到底還剩多少錢 單百一十七塊 走 我帶你參觀一下 哦 哇 現在電力公司長這個樣子啊 這 嗯 這一個啊 就是撥皮木必殺技啊 專門提供啊 那一些討不到老婆 規定不美滿的十一中年男子 讓他們有戀愛的感覺 猜猜我是誰啊 這一個啊 就是在江湖上流傳已久的 猜猜我是誰 專門幫客戶啊 回憶起當時甜蜜而美好的時光 系統尚未入價 好